楊大哥呢? 楊大哥呢? 幹甚麼? 楊大哥… 誰把你害成這樣? 你告訴我,我給你報仇 你告訴我,楊大哥 楊大哥,他沒法子說了 吳三桂不單是砍了他的手腳 連舌頭也給割斷了 吳三桂? 我宰了你 楊大哥,放開我… 走開,我殺了他,走開… 你殺偉翔是小,聽懂了他 所有有所準備就是他 走開,不要三字 不要三字,想清楚 你要想清楚 你要想清楚,偉翔主 是,別衝動了 不要衝動 楊大哥,我要殺他報仇 鄉主,我們抓了盧一峰 我們可以審問他不就知道了嗎? 盧一峰? 當初吳英雄不只沒有打斷他的雙腳 而且還讓他當了雲南監獄的監獄官 走… 豈有此理 饒命啊,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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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的事,鬼公公 鬼公公 沒有我的事 沒有我的事 我都叫我王爺的份子去做 大爺,命中 過來… 過來 吳三桂為什麼這樣對他?說 我…我不知道王爺的事 不知道 不知道要這個舌頭雅來幹甚麼?說 不要聽 什麼?說 他好像洩漏了王爺的秘密 什麼秘密? 什麼秘密? 我不知道 你說不說?還不說 把他舌頭割掉 不要…不要… 我只知道… 蒙古的蓋爾丹王寺 曾經派遣使者來和王爺密探 難過 那些甚麼? 像人官職低微,所知有限 還不是我說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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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打 打 打 尾鄉總 看來他的確是知道的有限 相總 他這麼傷害楊大哥 看來這個殲滅是非同小可 說不定和造訪有關 可惜楊大哥有口難言 不然一定能夠幫助我們 楊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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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了氣了 看楊大哥到這種地步 真不如死得還好受 吳三桂發現兩個人失蹤了 一定會來追查的 怕甚麼? 頂多是給他應命 那不行 吳三桂這個奸賊人多勢重 我們鬥不過他的 相總,你看怎麼辦 反正楊大哥已經死了 放他倆回去 今晚沒當發生這回事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不殺他滅口 不要… 別這樣… 不要嚇我 我發誓什麼都不說 你聽著 我們是奉皇上之命 來查吳三桂造反的證據 今晚的事情你敢洩漏半句 就算皇上不殺你 吳三桂也不饒你 小人明白小人知子不挺 送回去 走… 走… 謝謝大人… 謝謝各位大人 走… 謝謝… 道長 在 周哥蒙古門回來 來 喝吧…大爺 他…我…我…你喝…喝… 喝…喝…太肥了 沒人 他不喝 你喝 你喝…你喝… 喝…你喝… 來…來…你喝… 心有此理, 你們快點鬆手 心有此理 怎麼?你不服氣那麼高? 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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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呀 來呀, 來呀 裴夕王派我來問你 你和他說的話真是假 你是甚麼人? 你這麼聰明怎麼想不到呢? 請說小人無理 你一定是王爺的二公子吧? 是啊, 你的確聰明 戈爾的王子進來好嗎? 好, 你認識王子 是啊, 還很熟 還有那個阿琪姑娘進來跟王子在一起嗎? 是…阿琪姑娘住在我們王府裡 甚麼? 是… 阿琪姑娘的師妹是我的老婆 是你老婆 那是一家人了 我們一家人, 一家人, 還不結婿 原來是你老婆 老家 小人參見二王子 不必多禮 是… 對… 二王子剛才的意思是… 父王派我來問問你 你跟他說的話是不是句句當真呢? 當真? 不會有假的 我們蒙古國呢 是真心真意跟王爺合作的 是… 你知道, 父王一向做事謹慎 他怕你太一時痛快答應了他 所以特地派我來多問你一次 看看你是否記得清清楚楚 以免… 以免回到蒙古之後會一漏一句半句 不會… 我全記得很清楚 王爺辦事真是謹慎 我再念詞給你聽 只要大軍一出雲南 蒙古國的精兵也會由西向東 羅煞國的火槍隊也會由北向南 兩路加攻北京 再同時西藏活佛的藏兵 再加上兩番的兵馬 還有神龍教的神兵 五路進軍 小王爺, 怎麼你不高興呢? 到時候瓜分天下, 王爺就是皇帝了 你怎麼不高興呢? 父王做完皇帝 還不是輪到大哥做? 我最多當一個親王 原來是為了這個, 不要緊… 到時候我會跟王子說 我們蒙古國還有羅煞國支持你 你們一定會成功的 還有個神龍教呢?五路進攻 好啊, 好極了 到時候殺死那個滿洲狗 你慢慢在這兒休息 我要回去禀告父王 我不送了 還有, 這件事千萬不要洩漏一句半句 不能夠告訴我大哥 更加不能夠告訴我父王 知道了, 我明白, 我明白 吳三鬼這個老烏龜 以前勾結滿洲狗 現在又勾結羅煞鬼 一次一次地當漢奸 這次羅煞鬼打滿洲狗 我們是愚人得利 大明江山恢復在望 羅煞鬼有火槍大炮 一定會贏的 只怕到時候該輪到他當皇帝了 你是長貪氣 我就是論事 鄉主, 鄉主 吳三鬼叫人送拜天來 要你馬上過府一行 一定是盧一峰這個混蛋 不會的 這個人貪生怕死 他不敢惹這麼多麻煩 是 蒙古人 一定知道我們抓了漢田窩 現在來要人了 鄉主, 你要小心一點 吳三鬼未必料到是我們幹的 讓我明天去見一見他 大丈夫, 我是視死如歸 是 夫人 他們不讓你見楊總兵 看管監獄的盧大人 說楊總兵已經死了 夫人, 你 王爺, 楊總兵他 到底犯了甚麼罪 會死在監獄裡 判我折死 他洩漏了我的機密大事 他只不過是告訴我一個人 難保他不會像第三者說 多年來他對你忠心耿耿 怎麼會出賣你呢? 我的事不要你插嘴 妾身 只為你可惜 白白犧牲了一員猛將 你還說 忠言逆耳 難得我跟楊總兵 處處為你著想 王爺 你已經動了幾十年干戈 怎麼還不覺得膩呢? 膩? 我連皇帝還沒做過 我會膩 帶兵造反 百姓造殃 你應該記得當年清兵入關的時候 你還提當年的事情 當年如果我不是為了你 我怎麼會向滿洲人借兵入關呢? 正因為這些 才可疑不可在 等我做了皇帝 封你為皇后 那時候你會後悔你說過這句話 王爺 切身直言相勸 只是不想百姓生靈塗淡 你就懂得替那些賤民著想 你甚麼時候替我想過 我身為大丈夫 應該圖謀霸業 才不妄為人 你身為人欺 居然不懂得嫁父隨父 天天在這裏啰嗦嗦 潑我的冷水 簡直不失抬舉 王爺 為絕夜駕到 出營 是 有勞絕夜輕易大駕 恕罪恕罪 不知王爺傳杯子來有何吩咐呢? 不… 因為我搜集了很多山珍海味 供公主大婚制用 而我知道絕夜曾經做過皇宮的上扇監 所以想請絕夜你過目一下 不用了 只要王爺你一聲令下 有誰敢不把那些最好的肥豬肥雞進攻上來 小王不敢擅作主張 公主大婚轟動全國 普天同慶 小王不敢苟且 不是卑職草率 不過素來指導平溪王府 樣樣都非常講究 還用費時間看嗎? 絕夜做事真是痛快 令小王佩服之之 既然已經來了 不如王爺你帶杯子四處去看一看 好, 難道絕夜你肯賞臉?請 請 這間是小王的書房 非常勢力 這塊白老虎皮一定很珍貴 我在宮裡住了那麼久 也沒見過這麼好的白老虎皮 偉絕爺你過獎了 這張白虎皮 是當年我鎮守山海關的時候打獵打到的 我聽人家說打得白老虎 將會大吉大利 所以我就留著做個紀念 王爺你天天坐在上面 怪不得你一路升官發財 一路升一路升, 還有得升 偉絕爺, 你是皇上身邊的大紅人 你才是前途遠大, 無可限量 將來… 將來可能就在這間王府做王爺也說不定 王爺千萬不要這麼說 杯子這次離京, 皇上吩咐我 叫王爺你好好地做官 這個平息親王一定由你們吳家 一代一代地做下去 皇上真這麼說 對呀, 皇上不知說得多認真 不過, 皇上叫我看你是不是忠臣 這樣才好說 偉絕爺, 那你現在就是把我當忠臣了 王爺, 你要不是忠臣 天底下哪還有忠臣呢 王爺的確不少, 不用說別的東西 但是這幅屏風不只是珍貴 而且還有好兆頭 請偉絕爺多多指教 這隻黃鷹雖然高高在上 但是只懂得在那兒唧唧喳喳喳 其實沒什麼用 這隻老虎就不同了 威風凌凌 和王爺一模一樣 面對花花綠綠的江山大有作為 王爺不知道還有什麼其他寶物 可不可以讓我唯小寶大開眼界 有…我收藏了一件新式的寶石 請偉絕爺見賞 真好, 真好 王爺, 你真有眼光 我相信櫃裡面還有很多 偉絕也嚴重了 區區一個平息王府 哪比得上皇宮內那麼多西式珍寶 王爺的書房擺設那麼多兵器 這樣才是大英雄大豪級的作風 好… 本房一生曾經經過數百戰 這兒的兵器每一件都隨我出生入死的 現在擺在這裡 只不過是藉此懷舊罷了 是嗎? 當年王爺你鎮守三海關, 抵抗外敵 不知道用哪種兵器 哪種呢? 我真太糊塗了, 怎麼經過這樣的問題 當年王爺你呀, 是奉明朝皇帝之命 對抗我們大清 叫王爺怎麼回答呀? 當年明朝永利皇帝 被王爺從雲南追到了緬甸 然後用弓把他勒死 所用的弓不知道是不是這一把呀, 王爺 喂, 爺爺 你今天三反五次盤敲側擊 不知道究竟有甚麼用意 王爺, 你千萬別這麼說 被執子怎麼敢得罪王爺呢? 王爺, 你對明朝的皇帝越心狠手辣 就是說你對大清越忠心 不過可惜呀 可惜我唯小寶出生晚了幾十年 明朝的皇帝又被王爺你殺光了 我也想學王爺那樣 對大清忠心耿耿都沒機會 魏君 如果魏君也想立功的話 我看簡直易入反掌 不錯, 除非有人要造反 那我就可以學王爺的樣 出生入死, 捉拿反賊 皇上知道我對大清的忠心 一定會很高興的 當今皇上人得厚道 百姓萬眾一心 我看沒有人會起來造反 話也不能這麼說 當年明朝皇帝… 魏君爺 不如我們出去喝杯酒吧 請 請 王爺 皇上有密旨 臣三櫃接旨 王爺請起 是這樣的 皇上吩咐我來 查明你是否對大清忠心耿耿 這才頒旨給你 事關機密我沒隨身帶著 明天才頒給你 宮延絕業大驕光臨 你再唸一次我聽聽 奉…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 近日查的三番之中 尚可喜, 耿金中 正密集兵馬準備造反 如二番一擔起事 吳番應當立即派兵南下廣東、福建 捉拿兩名反賊 遣返北京聽候發落, 親此 遵旨 老臣爹當親戀兵馬 等候皇上差遣, 誓死效忠 王爺請起 這番話我一定會肇時禀告皇上 密旨的事關系重大 王爺絕不能洩露一句半句 還有, 就算以後有甚麼奏章上奏皇上 這件事也只字不能提, 知道嗎 小王明白 王爺, 這枝會不會是洋鬼子的火器呢 不錯, 這枝是羅煞國的火槍 想當年我們大清和羅煞國交兵的時候 繳來的 這枝火槍真是威力無比 王爺 王爺 我這守衛森嚴, 韋爵也請放心 你又說守衛森嚴 光天化日之下也敢殺進來 簡直把你當死人 豈有此理 韋爵, 我們一起出去看看 我走不動了, 我腳發軟了 我去陪了 有此刻 甚麼事 有此刻 有此刻 不可能 我剛剛從那邊來的 不是, 在那邊 那邊 那邊 追 追, 追, 追 快追 你在幹甚麼 沒甚麼 我 昨天見了你那枝火槍 想了一晚上 本想問你要 但是你未必肯給我 最, 最多還給你了 哇 威傑爺, 如果你喜歡火槍 你可以老實告訴我 何必耍滑招 說是有刺客呢 這支火槍是羅沙谷的寶物 你怎麼捨得給我? 怎麼不會呢? 這兩支是一對 如果爵爺喜歡的話, 你拿去吧 謝謝王爺 魏絕爺, 如果你想試的話 我們到外面去試 來… 好 王爺, 那些刺客的… 這不過是一場誤會 你們都退下 是 這支火槍已經裝進了鐵彈和火藥 只要點著這條引線 鐵彈就會射出 洗個盒子 真厲害 爺爺, 手都要磨 相當驚人 相當驚人 你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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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這花樣真夠厲害 如果這槍打在人的身上 任他是銅皮鐵骨都必死無疑 有了他, 全部的武林高手都打不過我 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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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了 王爺, 你好像還有一樣寶貝沒有讓我見識 不知是什麼, 聽覺也指教 我早就聽說王爺你有一個叫做甚麼 四面還是八面觀音 好像听说是什么天下第一的美人 叫做陈圆圆 叫来看看 叫来看看 看看怕什么 夫人身居见出 从不见客 王爷你太小气了 看看吗 看看有什么关系 夫人今天身体不适 我今天见不到她 一定会朝思暮想的 说不定啊 我明天又来汤 王爷决爷 谢谢用茶 夫人马上就出来了 卫决爷 请用茶 请 请 参见美绝业 参见王爷 夫人 我老婆 我老婆 卫决 卫决 她真的非常像我拜堂的那个老婆 卫决 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 卫决 王爷 那么漂亮 真的很像我那个老婆 连身材都是一样的 卫决爷 天底下人有相似 不足为奇 夫人 你先进后堂休息吧 别这样 王爷 你让我多看她一会儿 我好久没见过我老婆阿柯了 卫决爷 你也应该早点回去了 保护公主要紧 因为最近很多刺客 卫决爷 我们走吧 她真的非常像我的阿柯 真的 她真的非常像 真像 真是好了 八部金书地图都让我找齐了 但是全部都是零碎的 且得拼 怕什么呢 还有你 先亲一下 别这样 把它收好 徐大哥 卫乡庄 现在吴三贵派人四处在找那个蒙古人 我们不如把他 不行 张康年 娘 点几名萧綦营的官兵 回金禀告皇上公主大婚及妻 顺便押一名重犯回金收监 听后皇上发乱 小人领定 走 走 乡主 不如一刀杀了他更干脆吧 是呀 李田医那个狗皇帝好 是 是 你们明白什么吗 那个蒙古人是吴三贵造反的唯一证据 我们把他送上京 吴三贵想不反也不行 对呀 让他们互相残杀两败俱伤 还是乡主想得对 我们差点误了大事 但是吴三贵找不到汉帖母 他也不会就此罢休 我有办法对付他 大爷喝酒了 我喝自己喝 大爷 昨天输了还是赢了呀 蒙古勇士哪里会输啊 真的吗 昨天那帮人凶神恶杀的 我的心崩崩的跳 喝喝喝 喝喝 别跳 别跳 来喝 来 来 喂 蒙古狗 你不要动我女儿 这帮人怎么又来了 昨天刚刚打完 你不想活了 岂有此理 打死你这个蒙古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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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杀死人了 怎么办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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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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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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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都快黑了 还出城 我们奉公主之命 回京向皇上请安 把公主的大婚及妻 向皇上和太后禀告 你们不要耽误了大事 然路 是 大人 汉铁魔被人杀死了 不错 我已经查问过那些妓女 她们说汉铁魔和人争风吃醋闹事 今天肯定是被人家报仇杀死的 他昨天晚上又没有回王府过夜 没有 昨晚上一早出去 到现在还没回来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到处都有妓女 何必跟着争风吃醋 快快加派人手 各种搜查汉铁魔的下落 是 爹 我去找卢一峰帮帮忙 他最会探听消息了 快去快来 是 科刊寺监狱的差事还习惯吗 全账小王爷提拔 好 现在你去给我找汉铁魔 找到保证你身棍发财 谁把你打成这样 没有 是小人自己不小心摔着了 我问你是谁把你打成这样 说 说 小王爷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说 是他们逼我 王爷饶命 卢一峰 小人在 如果你知道汉铁魔的下落 应该老老实实地告诉我才对 小人不知道 小人什么都不知道 好 如果你不知道 那就算了 因为汉铁魔这个人对我非常重要 有谁能够说得出他的下落 就算立了一个大功了 升官发财自然不在话下了 如果你不知道 那就算了 先回去吧 王爷 小人知道一个消息 可能是对王爷大大不利 不知道是什么消息 对我大大的不利 你曾经 曾经有人向小人 打听过汉铁魔的事 这 这个人是谁呀 小人不敢说 为什么不敢说呢 小人怕说了 他会杀我 不敢说 难道连我都不相信 平夕王要报一个人 还有谁敢杀你 你 但是这个人 连 连王爷您也怕他 卢一锦 卢一锋 其实一直以来 我都把你当作我的心腹 有什么话 你不妨对我直说 皇上曾经派伪决也来 向小人打听过汉铁魔的消息 爹 那你说的些什么呢 小人什么都没说 小人所知有限 好好好 好好好 这件事对我来说的确很重要 你也算立了一个大功 国相 在 替我好好地奖赏他 是 谢谢王爷 谢谢王爷 爹 怎么办 不如我们 我们一切还没有准备妥当 暂时不能轻举妄动 但是现在这么看 皇上已经知道了 他不过是怀疑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先找到汉铁魔 因为韦小宝没有这个人证 就算他在皇帝面前也没办法告你 要命啊 就是要你的命 这么晚才进来 又怪我 是你公公在那拉着我没完没了 又说大婚那件事 那倒不是 不是 那你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不敢把实话告诉你啊 省得你又不敢找吴三桂算账 找我出气 你真的不说是不是 说不说 我 我 你放手啊 你快点说 好 我说 吴三桂算账 你打他嘴巴了 我还跟他说 我说皇上不知道多喜欢公主你啊 公主你又聪明又漂亮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娶你 但是我不愿意嫁他 我愿意嫁你不愿意嫁你个王八蛋 你还是先听我说下去啊 吴三桂见我越说越发火 就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马上送给我两支罗沙火的火枪 求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你啊 那你又说 我说不会告诉公主啊 没说不告诉我老婆 两支一人一支 来来 我不要了 为什么 这两支枪是一对的吗 为什么硬要把它们分开呢 你也以为他们也该像我们一样 喂喂 你不要哭了 你哭我就心疼啊 你只要不嫁 你还是我的老婆啊 一定是吴三桂知道我们在里面 要放火烧死我们 肯定是来捉我们的 你留这儿我出去看看 小宝 我不是小宝 夫想逃火也要保护你这个老婆 救我了 快来救我了 陆军 前院着火了 留下保护公主 是 下半辈子全靠你了 你瞎了 走 最重要保护公主 是 绝爷 后院失火 我们王子下令保护公主 公主殿下平安吗 卑职已经派人保护公主了 还不去救火 是 快快快快 小王爷果然神机妙算 就算诸葛亮在世也比不上你 厉害啊 早就料到有火灾带人来救火 是有凑巧吗 姐夫今天请客 我们吃完了经过这儿就看着起火了 小王爷喜欢带水龙队去喝酒 风高雾躁容易起火 凡事还是要小心点 启禀小王爷 冬香的火势已经被我们扑灭了 启禀小王爷 前院的火势已经受到控制了 行了 行了 是 启禀小王爷 西强的火势正蔓延过来 不对 照我看 最好还是快点请公主移驾 一策万全 那就劳烦伪爵也请公主移驾 伪爵也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我以为你知道 原来伪爵也要与银两才肯请公主移驾 原来伪爵也要与银两才肯请公主移驾 过来 过来 干什么 怕我吃了你 不 不是 这末小臣不敢冒犯公主 不敢冒犯公主 请公主移驾东乡 以免火势惊动保驾 你也不敢冒犯公主 你也是一表人才啊 你也是一表人才啊 小王爷年少英俊公主貌伪如花 不敢冒犯公主 还有几天就大婚了 不如 别害怕 来 来 只怕皇上责怪小臣 冒犯公主 那你只怕皇上不害怕我啊 不是 偷不偷 偷 公主 偷 我叫你偷 难道真的连几天都等不了吗 救命啊 小王爷 老家你快点出来 不要得罪公主 鸣 我叫你去